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路透社的外媒24日报道 当天下午有一群美国执法人员进入了我驻休斯顿总领馆 据路透社报道 我驻休斯顿总领馆的工作人员 于24日下午4点之后 也就是美方所发出的关闭令生效后不久 离开了总领馆大楼 在此时候不久 一伙一似美国执法人员的人 强行打开了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的后门并闯了进去 路透社称 有记者曾询问这伙人的身份 但他们没有作答 在这伙人进入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后 有两名身穿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制服的工作人员 在门口负责把守 他们也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 CNN的报道也称 24日下午由美国联邦探员和当地执法人员 进入了我驻休斯顿总领馆内 一些目击者和媒体镜头也发现 当时总领馆周围有几辆黑色SUV卡车 两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锁匠的车 而据当地媒体休斯顿七十报的报道称 当天下午4点40分左右 一群执法人员撬开总领馆的后门后进入其中 早些时候 执法人员曾试图从其他三个入口进入 但都没有成功 据香港禁忌日报说 中美斗法激烈升级 美国特朗普政府下令 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 中方周五24日欢迎颜色 要求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在下周一走人 而在此之前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蔡伟向美国传媒表示 美方要求不符合国际公约 休斯顿总领馆会持续开放直至令刑通知 国际法则规定使领馆不受侵犯 美国下了令逐客 假如中方不撤美国可以怎样 中国驻休斯顿领馆若不走 美国可怎样 美方要求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总领事蔡伟发表公开性谴责 他在声明中称 7月21日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 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顿总领馆 美方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违反中美领事条约有关规定 需破坏中美关系 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并坚决反对 历史的前进方向 虽然有时会受到少数人的干扰而出现曲折 但中美人民友谊不会中断 中美友好合作的光明前景 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 事件发生至今 美国方面非但没有认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 反而变得越来越变本加厉 打算对另一家我国驻美总领事馆找查下黑手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指控我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为中方科研人员提供庇护 根据美媒相关报道来看 FBI污蔑些科研人员与军方有关 并涉嫌窃取科研情报签证诈骗等多项罪名 目前该案已由旧金山地区法院备案 美媒披露的相关细节显示 被FBI污蔑的中方科研人员是一名科学家 而污蔑的证据则是一张身着军队文职官员服装的照片 和在他电脑中搜查出的一张60万元存款凭评证 不得不说 FBI污蔑这一套真的是加薪救赎 能够硬生称把一张照片和存款凭证列为证据 FBI除了将一张照片和一张存款凭证列为了证据 还声称在他的电子设备中 发现了更多的涉及我国军方的证据 不过FBI却从未解释或展示过所谓的证据到底是什么 鉴于FBI也是无中生有的一把好手 有理由怀疑所谓的证据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新浪财经讯7月24日消息 据外交部领事支撑车微信公众号消息 近期美国执法机构针对中国在美留学人员进行任意盘查 滋扰没收个人物品扣留等案件急剧增加 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提醒在美中国留学人员 提高安全意识注意防范妥善应对 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联系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寻求协助 美国日前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顿总领馆 7月24日香港劳工团体公众会联合会共联会在网上发起联署活动 谴责美国恶劣行情 同时还要求关闭美国驻港澳总领馆 共联会表示 美国日前要求中国在72小时内关闭驻美国休斯顿总领事馆 做法完全是美方对中方的政治挑衅 严重违反中美领事条约有关规定 也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美国蓄意破坏中美关系 举措蛮横无理 公联会对美国行径表示强烈谴责 公联会称 无理要求中方关闭总领事馆 是美方干预中国事务和损害中美关系的新一轮紧急 我国在政策对等的原则下实施反制措施 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 实属合情合理之举 公联会认为 应该停止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运作 关闭煽动本地政治不稳的基地 让香港恢复安宁 公联会也呼吁美国停止一切挑衅煽动的举措 停止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 免至少损失 在23日晚 公联会会长吴秋北曾在领书上说 美国无理要求中国72小时内 关闭驻休斯顿总领馆 无赖做法登峰造极 世界哑然 外交部网站24日发布消息说 7月24日上午 中国外交部通知美国中华使馆 中方决定 车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 并对该总领事馆停止一些业务和活动提出具体要求 7月21日 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 突然要求中方 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及中美领事条约有关规定 严重破坏中美关系 中方上述举措 是对美方无理行进的正当和必要反应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符合外交惯例 中美之间出现目前的局面 是中方不愿看到的 责任完全在美方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 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 为两国关系重归正常 创造比较条件 局势越来越热闹了 路透社报道 7月22日晚 一家载油美国外交官的航班 从华盛顿飞往上海 路透社说 一封7月11日的美国国务院内部电子邮件显示 美国国务院正在努力安排 23日从华盛顿飞往上海的包机 这就说明 这辆航班是提前一天起飞的 在这辆航班起飞之前 美国刚刚要求 关闭中国驻休斯顿的总领馆 特朗普还威胁说 不排除下令关闭更多中国驻美外交机构 如果美国真想升级局势的话 干嘛要在这个时候 大量的派遣外交官来还呢 怎么也得等着局势缓和一下吧 在全美反种族主义运动风波未尽之时 一群美国外交官 却想到来广州搞活动了 面对黑人的命也是命 这句话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内和中国 明显板出了两幅面孔 15日 美国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号一则推文 吸引了国内广大网友关注 其驻广州总领事馆 将在7月18日下午 举行有关黑人命也是命杀龙讲座 现在有人选择 在广州总领馆举办这场活动 显然不怀好意 今年4月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信口次黄称 广东等地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洪过程中 出现了针对非洲人的歧视性做法 对此 赵立坚曾批评美方 网言耸听挑拨是非 同时奉劝美方 还是把精力放在本国疫情防控上 企图借机挑拨中非友好关系 不可能得逞 他强调 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过程中 高度重视保障外国在华人员的 生命健康安全 对所有外国在华人员一视同仁 反对任何针对特定人群的 差异性做法 如果关掉成都总领馆以后 特朗普还继续搞事情 中国就可以再关掉 美国驻香港的总理事馆 到那个时候 美国在新疆 西藏和香港问题上 就失去了外交渗透的支点 台湾牌 美国已经打不动了 另外三张牌 如果也废掉了 美国想从内政方面 找中国的麻烦 就无处下手了 由于新疆和西藏的麻烦 比香港小 先关成都 再关香港 相当于先打小牌 后打大牌 这是一种后进十足的打法 美国那边就不一样了 刚说完 要关更多的中国领事馆 接着就送过一飞机的 美国外交官来 这是上气不接下气的打法 这样打怎么可能赢 接下来就看特朗普的反应了 如果特朗普再关一个 中国驻美使馆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就得准备歇业了 这样的事情 想想就开心 但是 这种局面 是特朗普无法面对的 一周以前 蓬佩奥宣布 美国不承认 中国对涵盖南海 大部分海域的 离岸资源权力主张 美国第一次 在南海问题上 选边站队 既然美国 站到了中国对面 怎么也得好好 较量一番才行 在美国实力强大的时候 这场较量 可以持续三年 现在不行了 三个月 怎么也该撑下来 如果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 被中国封了 美国在南海 跟中国较量 就失去了意义 以前 香港和台湾 是美国封堵中国 往南发展的 第一道防线 中国在南海 天海造岛以后 这道防线就废了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变成打入 中国要害部位的 一个弃子 如果现在 拔掉这个弃子 中国的影响力 可以直接推到 菲律宾以南 美国是挡不住的 如果想挡一下 驻香港的领事馆 必须得保住 那么 这个弃子 中国要不要拔呢 昨天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总领事蔡伟说 不承诺 关闭该领馆 从总领事的 这个表态来看 中国希望特朗普服软 中国可以留一留 美国的那个弃子 把他当成劫财 慢慢打罢 留下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是给美国留一点李子 既然要留李子 面子就不给了 所以 央视直接在美国 驻成都总领事馆正门 驾起机位 搞起了现场直播 啪啪的打脸 不能不说 这一次 央视太坏了 你咋这样呢 你的机位 应该驾到领事馆里头 才对吗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一些 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 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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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